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地水火风多灾难的时代 联神法王传授保护神的秘法 有其深远的意义 而由于保护神骗镜天的坐骑 是大鹏金翅鸟 也是非常伟大的护法神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9月2日 联神法王卢盛雁在彩虹雷藏寺 谈到了大鹏金翅鸟的传法开示 加罗罗天 那么这个天就是大鹏金翅鸟亡的天 那么它的咒语叫 Om kashibo saha 那么另外有一个咒语就是 心教的比较稍微长一点 那个是新的咒语 为什么两个不一样呢 因为kashibo是它原来的本名 原来啊这个大鹏金翅鸟亡 以前是一个王子 是一个王子 它的名字就叫kashibo 所以这个是我们呼唤 呼唤它 呼唤这个kashibo 就等于呼唤它的名字 大鹏金翅鸟的名字 它以前是一个王子 那么kashibo 那么kashibo就是金翅鸟亡 金翅鸟就是叫kashibo 然后我们去印尼的时候 做的航空公司 就是kashibo kashibo的这个班机kashibo 它的起名叫kashibo kashibo kashibo还是这个印尼的国鸟 它的国家的一个象征 国鸟 这个就是印尼的国鸟 在印尼很多地方可以买到这个 它就是kashibo 那么我们在印尼啊 也看它用铜铸造的这个 这个天晋天 也就是保护神 那还没有完成 这个karuda也是还没有完成 那是在印度尼西亚 印尼以前也是圣传密教 它以前也是圣传密教 像以前苏门达纳 就有荆州大师在那里 荆州大师 这个阿底侠尊者专门去找荆州大师写法 他是在苏门达纳的湛碑 那个地方荆州大师是住在那里 所以阿底侠尊者专程从印度到狮子狗 狮子狗 然后从狮子狗到这个苏门达纳 印尼的地方 去找荆州大师 这拜师写法 他的航行有十二个月 坐船就坐了十二个月 那么到了苏门达纳的时候 又十二个月后才见到荆州大师 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荆州大师 那么荆州大师呢 也就传了这个最重要的 花菩提心的方法 给阿底侠尊者 所以以前印尼啊 也是圣传密教 也有圣传密教 所谓印尼的国鸟 是 卡鲁达 那么这个也是 在印度的一个大神之一 叫 加罗罗天 加罗罗天 是属于一个天部的神 那他本身也是一个神 他有很大的力量 威力无穷 威力无穷 他的这个 瓷啊 他的牙齿 卡鲁达的牙齿 可以杀死这个烟底 可以杀死烟底 那么他的这个 卡鲁达能够做习灾 争议降服敬爱 因为他的翅膀 他长出来的翅膀 是七宝所做成 七个 七种宝物所做成 是很伟大的 很伟大的一个 大鹏金生娘 那么将来 这个 九月十五号 我会把 卡鲁达的这个法 跟这个片金天的法 片金天的法 保护神的法 交给大家 就是在九月十五号 那么刚刚 大家也有看到 这个 卡鲁达下降的情况 在 12点以前 大概11点 这个联文上师 曾经看到 虚空中 出现这个 卡鲁达的影彩 金刺鸟的影彩 拍了一张照 拍了一张照 那么非常的 像一只这个 好像说大鹏金刺鸟一样 大鹏金刺鸟 是联文上师照到 联文上师照到 那么你们 这个找到联文上师 也可以欣赏它鸟形的这个云彩 可见它很早就来 我刚刚坐在那里 它下降的时候 我好像要飞起来 但是不能飞起来 因为飞到前面就刚好被火烤了 就会变成亚基土力 所以不能飞起来 但是力量很大 这个下降的力量非常的大 它这个 在佛陀的时代 它只要翅膀一张 听说就可以绕行地球 很多千很多千 只要翅膀一张 那么海水都可以给它熏起来 所以它法力非常的大 但是它的这个蚁毛 又是七宝所成 可以放七色的光 所以它能够习灾 争议 降服 敬爱 超度 也可以致病 力量非常的大 所以你修这一尊相应 这一尊很容易相应 你能够修这一尊相应 那你本身就 无穷无尽的这个力量 在你身上 将来我会讲这个卡路达 这个如何洗灾的方法 如何治病的方法 它的手印就是这样子 像一只鸟一样张开 合起来张开合起来 还会散动 就在飞行的时候是散 飞行 那么张开 就是放光 合起来 就是降服 它有很多的 很多种的手印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形象 师尊也常常做这个 这个 这个卡路达的这个手印 你以前看我做手印 有时候我勾这边 然后再转这边 勾这边再转这边 勾这边转这边 勾这边转这边 也是卡路达的手印 那么它的形象啊 你可以观想成这个样子 印度 印尼啊 印度尼西亚的这个 果鸟的形象 也可以观想印度的 印度的这个卡路达的形象 也可以观想大鹏金之鸟的形象 它的法力多大呢 因为你知道这个 海里面呢 以龙的力量最大 但是卡路达的食物就是龙啊 龙只要碰到它 就变成小蛇 它本来龙在天空飞的 那碰到卡路达 它就变成一条蛇 就变成它的 它的food 就是变成它的底热 那龙几乎被 快要被这个 加罗罗天吃光了 那时候龙才去求 释迦摩尼佛 说怎么办 释迦摩尼佛就召集这个 就是卡路达跟龙主 那佛陀本人就变成compromise 调节调节 compromise 他调节他们两个之间的恩怨 说希望你不要再吃它 所以卡路达就问了 我不吃它吃什么 我没有食物给我啊 因为只有龙最大 我的食物就是龙 不然你叫我吃什么 那释迦摩尼佛到最后就讲 他说 我就希望 这个你以后不要吃龙 但是我热令 所有我出家的比丘 比丘尼 幽博赛 幽博仪 如果四众弟子 全部以甘露 像如云如海的甘露 供养你 你就不要吃龙 这卡路达那时候就答应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教 就是我们在共诗时的时候 第一个念的 我念台语 大平金器教 空夜鬼心中 露叉鬼祖国 甘露是穿万 Om 木地 索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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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阿 厨 化石 化石出去就变成甘露水 那变成甘露水以后 这个甘露达以后就专门吃甘露水 它不再吃龙 所以这次我们 这个 雕的金身 雕出来的金身跟它的化石 当初它嘴巴是摇着一条龙 嘴巴是摇着龙 现在呢 就没有摇一条龙 现在就是持甘露水 所以我们这次法会所有的金身都没有摇拢 嘴巴没有摇拢 那我就介绍这个大鹏金翅鸟到这里 不过我们9月15号 要讲大鹏金翅鸟的法力 它有法力的 大鹏金翅鸟的法力很厉害的 有一个特别的方法 大鹏金翅鸟 它可以消除肿瘤 消除肿瘤 在9月15号要讲 肿瘤是最麻烦的 我们人类最麻烦的一个疾病 大鹏金翅鸟可以消除肿瘤 你如果没有来受这个大鹏金翅鸟的灌顶 你这个法你就没有办法用 所以要想这个致最大的毛病 人类最痛苦的肿瘤 一定要修习大鹏金翅鸟 这个法 一定要受这个灌顶 才能够 不好意思啦 那个不来的 没有来的就没有来 来的就有来 那么 好 我要讲一个那个 来来豆浆店的那个 那个 那两句啊 来啦还要再来 再来还是来来 不来就没办法啦 不来你没有得到这个法 有上司不来的 他说他会致肿瘤病 我就不相信 每一样法都有每一样法的作用 每一个法都有 每一个每一尊都有每一尊特殊的法 各位观众 联神法王卢盛宴返台红法行程 欢迎您参阅真佛报 12月8日台湾雷藏寺 联神法王主坛 会击金刚护魔大法会 殊胜法院请您不要错过 详情请电台湾雷藏寺 049-2312-992 我们刚刚看到了联神法王卢盛宴 介绍家楼罗天 也就是大鹏金赤鸟的由来 现在我们就把镜头 再来看9月15日 西雅图秋季大法会 联神法王卢盛宴 传授保护神 遍境天的法会实况 以及遍境天的传法开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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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se杨dos are living there 山下空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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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lin 我们敬礼 了人和善 撒家正空上师 十六四大宝号码 喀玛巴图灯大吉上寺 敬礼堂承三法 敬礼今天的法会主见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敬礼偏近天 为师母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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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呢 我们很感谢这个 能够在这里啊 主持这个阿弥陀佛 这个大法会 超度游民的大法会 非常地感谢西雅图雷葬寺的 这个 主持 还有明天 彩虹雷葬寺的 主持 非常感谢他们两位 今天来的上师不少 那么没有来的上师啊 就有写信来讲说他们有病 有病不能来 有病不能来 那么我们现在给他哀倒 不是哀倒 莫倒 莫倒十秒钟 祝福他们 有病的赶快潜意 那么没有病的也潜意 好 十秒钟结束 刚才讲错了 不是哀倒 是莫倒 莫倒 大家看一看啊 谁没有来 大家认一认啊 不然到时候这个哀倒就惨了 因为这个法啊 今天要讲偏禁天的法 偏禁天的法在这我一生当中啊 只讲一次 密教里面啊 也没有人讲这个法 那么要听这个法 五百年后才可能再传一次 五百年后才可能再传一次 没有啦 这一生我只讲一次 那么经过在五百年以后 我如果再来 就再讲一次 所以应该给没有来的上师啊 给他们 莫倒十秒钟 不是哀倒 不是哀倒 大家要看清楚啊 哪个人没有来 哪个人有来 大家都要看清楚啊 不要忘掉啦 反正没有来的 反正没有来的 有病的 确实是有病的 像连汉上师啊 他确实有病 他大概在香港 他身体不好 但是他确实 确实是百分之一百 已经开了物的 百分之一百啊 百分之一百开了物的 好 我们恭喜他 另外呢 台南连汉上师 听说也是 得了这个以前的旧病复发 也是蛮严重的 还蛮有生病的 我们当佛菩萨加持他 赶快好 这个没有病的也加持他 心病啦 心病 佛菩萨加持他 恢复正常 师母讲的 不是我讲的 这个偏近天啊 在印度的时候啊 印度有三大神 一个就是大凡天 创造神 另外一个就是 偏近天保护神 一个就是西瓦 大智在天破坏神 那么情运度啊 都是相信西瓦的 都是相信西瓦的 那么相信偏近天的 有一千个寺庙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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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天创造神 完了以后 没事可以做 所以他跑到泰国去 泰国的大凡天啊 有四面神 四面神 四面佛 就是大凡天 那么我们西雅图的一样式 有大凡天神在 那么也有大自在天 破坏神 那么也有偏近天保护神 保护神在我们讲起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没有人传 你去找偏近天的手印 没有人 只有师真才有 因为啊 我在古代的时候 曾经转世 两千五百年前 跟释迦牟尼佛说法 他讲阿弥陀经 今天我们法会的本尊 阿弥陀经 他讲给谁听啊 每一句话要讲以前 都称舍利佛 阿弥陀佛跟舍利佛 他讲释迦牟尼佛 佛陀讲阿弥陀经 句句都是叫舍利佛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舍利佛 就是从阿弥陀佛那里来的 舍利佛就是年花童子 下降化身成为舍利佛的 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 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 都是有根有根有据的 他要对谁说法 都有他的目的的 他讲大阿弥陀经 讲阿弥陀经 都是跟舍利佛讲 他没有跟大切业讲 没有跟沐建连讲 没有跟阿弥讲 他专门念舍利佛 因为舍利佛就是阿弥陀佛 他说年花童子 化身为舍利佛的 我知道 这个释迦牟尼佛有一个法雷 一个法雷 很特殊的法雷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法雷 这个法雷 他传给舍利佛 舍利佛再怎么传怎么传 就舍到偏近天 偏近天呢 把这个法雷 藏在一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然后发现这个法雷 把这个法雷再挖出来的 竟然是中科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